梳手10分钟 有效的预防脑中风 大家好 我是赵一浩教授 进入到冬天天气逐渐变冷 风干雾燥 人体的肾上线水平也升高 体表血管收缩 本身如果患有三高 就容易诱发脑中风 今天教大家一个方法 梳手 你没听错 不是梳头 是梳手 可以有效的预防脑中风 中医说 手是人体五脏 在手上的一个反射区 经常的用梳子去梳手 可以畅通 全身气血 把手给梳热会了 对防治脑血管病有非常的好处 梳手的这个时间 可以早上起来就梳一遍 平时都没事的时候 你再多梳几遍 梳手的具体方法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拿一个 比较顿一点的梳子 首先是先从上往下去梳 梳起来很舒服 36次 49次都可以 然后把手掌翻过来 手背上边呢 是从下往上这样梳 而我们手背上呢 连击着我们脊背上的这些穴位 比如说颈椎 胸椎 腰椎都在这里 每个地方你多梳理一下 对全身的气血都有好处 脊柱梳通了 脑供血就充足了 每次梳手的时间呢 不超过十分钟 但是呢 能起到强身去病的很好的作用 气血足百病除 教你一个搭配的方法 更好的梳干解育 活血化瘾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速问调经论理说啊 人之所有者 血与气而 说的是啊 我们人体生命的根本 就是气和血 其他的都围绕着这个根本在运行 各种健康问题 追根溯源都是气血出了问题 气虚会表现出胃寒 怕冷 自汗 头晕 耳鸣 倦怠 乏力 心肌气短 血虚呢 会表现为面色无华 伪黄 手足麻木 失眠多梦 精神恍惚 所以啊 调整气和血之间的关系 恢复到协调平衡的状态 这都是治疗疾病的常用方法 平衡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如果出现了气质血瘀 刚接触中医的人可能会说气质血瘀了 树干里气 血瘀怎么办 活血化瘀 但实际上应该首先把气血补足了 才能更好的使这个气血畅通 教大家点简单的方法 比如说补中医气丸 或者是当归补血丸 这都是补气血很好的办法 为什么要先把气血给补起来 再去活血化瘀 因为先补气血能够鼓动着血液的循行 注意说气虚则血瘀 气补足了才能推动血液 所以活血化瘀治疗的前提啊 先把气血补足了 才能使活血化瘀的治疗更为顺利 矮病生于 万病生于气 教你一个搭配方法来疏干礼气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都听过一句话叫百病始于瘀治 有瘀血瘀治了 气血就不畅通 血液里边的垃圾 就像瘀血啊 痰宁啊 水湿啊 血管堵塞 都是属于气血不通畅 瘀治堵塞造成的 属于是瘀症 一旦血管有了瘀以后啊 轻则脸上有色斑 皮肤暗沉 头晕头痛恶心四肢乏力 重则引发了 关心病 心肛脑中风 这些心脑血管疾病 以及像癌症 也是血瘀的原因 在形成瘀血之前呢 其实是因为气先制住的 气制裁血瘀 所以啊 万病生于气 如果你体内有瘀血 用尽各种活血化瘀的方法 都不管用的话 那一定要先考虑 用疏干瘀气的方法来化瘀血 这就是气先行 血瘀才得以化 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疏干瘀气用逍遥丸 活血化瘀用血腐煮一趟 肝是煮书蟹的 把肝气的瘀结疏散了 一身的气血运行就通畅了 血液的循行就保持正常 疏干是防止产生瘀血 而这瘀已经产生的瘀血呢 需要把它除掉 这时候血腐诸瘀化掉全身的医血 这就是中医的整体治疗思路 中医治疗呢 要辩证论治 虽然都是名方 也不能照搬照用 需要根据你自己的具体情况 随正加减 才能有更好的疗效 眼前突发黑蒙 景气 景动脉 狭窄 堵塞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不仅是中老年朋友会出现 现在年轻人更多的 也出现这样的现象 蹲久了 坐久了 突然的站起来 眼前会一黑 看不清楚了 数秒钟之后又恢复了 这种情况下 在医学上是称作一过性黑蒙 引起一过性黑蒙的原因有很多 如果是偶尔出现 就不用担心啊 但是如果在短时间内 频繁发作 甚至走路休息的时候 也会出现 就要警惕是否有 颈动脉的狭窄堵塞 颈动脉呢 是供应脑部血流主要的通道 眼动脉作为颈动脉的第一分支 对颈动脉的硬化狭窄缺血 是最敏感的 所以啊 一过性的黑蒙 可以看作是脑促中最早的警报信号 如果不及时的干预 很可能就发展为颈动脉的阻塞 引发脑梗 就这种现象 为什么说年轻人也有呢 我的一个患者真的很年轻 三十多岁 他骑车的过程中啊 出现过一次 这样的一过性黑蒙 都倒地下了 但是他没注意 他以为是正常现象的 之后的半年时间发生了脑梗 那在这之间呢 肯定有多次的出现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 这样一过性的黑蒙 如果你或者你家人 经常出现这种眼前黑蒙的症状 就要及时的前往医院 排查是不是颈动脉的斑块问题 尽快的干预 尽快处理 脑梗二次复发 逃不过下面这三个因素 按照我说的方法 你就可以预防 我们常说呢 脑梗是高发病率 高质残率 高复发率的常见疾病 它为什么容易复发 查出脑梗和有脑梗后遗症的朋友 一定要注意了 第一呢 脑梗是动脉中央硬化导致的脑血管阻塞 脑梗容易复发的原因 有很多最常见的高血压 糖尿病 高血止症 吸烟呀 这些生活习惯 也会造成复发的原因 第二 脑梗的发病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三高持续的很长时间 导致动脉硬化 严重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病 第三 脑梗发病以后 不是单一的治疗脑部的缺血 或者血管的堵塞 还需要多角度全方位的调理 对于预防动脉硬化加重是有非常的好处 除此之外 你的生活习惯里边包括着作息时间 运动以及饮食方面是一定要注意的 这才是中医里边整体治疗的思想 这也显示出中医在胃病先防这方面的优势 能够全面综合性的进行调理 血液粘稠 多喝水 有用血管就能悄悄的变干净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40岁以后的人要关注自己的血管问题了 血管粘稠 身体就会发出来很多的信号 比如说头晕目悬 胸闷气短 肢体的麻木 嘴唇发暗 发黑 这些情况 像高血糖 高血压 高血脂 肥胖 都可能会造成血管粘稠度增高 所以控制好血压 血糖 降低血脂 在正常的范围之内 避免进食那些含油脂和脂肪多的食物 并且要进行适当的锻炼 保持体重在正常范围内 这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 还有一点就是多喝水 这样对血液可以起到一个稀释作用 喝什么水呢 喝白水 切记不要把饮料当水喝 当然了 有人说白开水 没滋没味啊 那可以喝茶水 中国人饮茶呀 注重一个品字 品茶不仅是鉴别茶的优劣 也带着神思遐想和领略饮茶的情趣之意 在百忙之中泡上一壶茶 挑一个雅静的地方自珍自饮 消除疲劳 抵挡烦恼振奋精神 在细酌慢饮之间达到美的享受 使精神世界升华达到高尚的艺术境界 最关键的品茶品茶 是要你喝水的速度要慢 而不是端起一大杯来一饮而尽 这是喝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 慢慢的喝才好 癌病由心生治病先治心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中医认为呢 心是主神 是五脏六腑大主 心藏军火 军火已明 主不明则十二官微 心脏本体要是发病的话 就会表现出来 想心率快 害怕 容易累 有人形容自己的心啊 就像没有了主心骨 特别的乱的话 胸闷疼这些症状 心神不安呢 还会影响到 七情里边 喜怒忧思悲恐惊 都会有变化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 明明各种指标都很正常 但就是有心慌失眠 心悸多梦 烦躁易怒 这些情治方面的问题 而心呢 对于周边各个器官来说 又有着明显的影响 对肝 对肾 对肺 都会有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 把心调好了 五脏六腑就得以安了 当然了 这是治疗心的时候 一种治疗的方法 针对这种整体的治疗 是中医的特色 因为中医不仅仅看你 有一种症状 或者一种疾病 而是从根本上的病基 正形出发 进行全面的综合条理 心梗 五个先兆 千万别忽视 早预防 早治疗 大家好 我是赵宇浩教授 心梗呢 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担心的问题 但它不是突然出现的 往往在发生之前会有一些信号 只要及时的发现了这些信号 而且引起重视 就可以提前规避心梗的发生 今天就给大家说说 心梗发生前的五个先兆表现是什么 第一呢 就是体力劳动 或者运动以后 出现胸骨厚 或者心前驱 闷痛 或者紧缩样的疼痛 第二 精神紧张 暴怒 或者情绪 抑郁不输的时候 出现胸闷 憋气 胸口 闷痛的症状 第三 睡觉的时候会出现胸闷 胸痛 心慌心悸 这些情况 第四 冷风一吹 就出现胸闷 憋气 胸口 冷痛的感觉 保暖以后呢 就得到了及时的缓解 第五 熬夜也会出现胸闷气端 胸疼 闷痛 而且会患有 精力不够 浑身乏力 如果你有以上这五种症状 一定要提高警惕了 如果你本身就有着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 同时呢 还会有眼前发黑这些症状 那你就需要立刻就医 通过心电图的检查 心肌霉的检查 心脏的彩超 或者是冠状CT 明确病情之后呢 你就可以用中药来调理 它会帮你整体性的调整 缓解你多年的病痛 做好三件事 补足气血 远离心脑血管疾病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甭说近年来非常流行养生 养生一直是中国人的主题 那补气血呢 是养生里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很多人尝试了各种办法 都没有什么成效 而且呢 还会出现手脚冰凉 面色苍白 经常的疲乏无力 没补到位 为什么 这都是因为呀 补气血的思路不清楚 只想着补 但如果你身体里边漏洞太多 没把漏洞给打上补丁 一边补还一边漏着 自然就不会有什么好效果 所以呢 今天我就来告诉大家 做好这么以下三件事 气血自然就能补回来了 第一呢 就是小离脾胃 在我这里就诊的朋友都会发现啊 处方中我首先要顾忽的就是脾胃 这是你不用担心的问题 因为如果脾胃不好的话 给你甭说开的药你吸收不了 食物的营养你也吸收不了 脾胃是主运化的 它才是气血生化之源 如果脾胃虚弱运化无力 就没有办法去从水谷吃的食物里边 和药物里边去摄取能量 自然就会出现气血不足的情况 调理脾胃的中程药呢 给大家推荐一些像 申灵白乳散 这又可以健脾又可以去湿 再有呢 如果你脾胃有症状了 像香沙养胃啊 饱和丸呢 可以解决脾胃 打嗝反酸这些症状的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脾胃调好了 再考虑 用龟脾啊 用八针去补义气血 第二就是活血化瘀 中医认为呢 百病源于瘀和毒 那这个瘀血堵塞了血管以后呢 血液就自然不能流畅到 各个他该去的地方 很多朋友就会发现身体呢 也会出现容易轻一块紫一块 或者是呢 像针扎一样的刺痛 有的时候呢 还会出现头晕 头痛 胸闷 心悸 肢体的麻木 心慌气短这些症状 第三 千万不要忘了 在补气血的道路上 要补肾填经 这也是气血充足的一个方面 中医说呢 经血洪源 肾是藏经的 经呢 乃血之所成也 肾经充足了 就会转化成气血 冲畅 书泻 挑达 所以想要达到 补肾 有肾经 易随 这样的作用 那非六维帝皇不可 阳虚的现象呢 可以用 金贵肾气短 心脑血管疾病的 共同土壤 竟然是它 提高警惕 别把小毛病 拖成大问题 大家好 我是赵一号教授 很多中老年朋友 有高血糖 高血脂 高血压 这些问题 再加上肥胖 特别是辅行肥胖的人 到医院呢 被转断为是代谢的综合症 不知道该怎么办 今天就给大家普及一下 代谢综合症这个病 是怎么回事 代谢综合症呢 是糖尿病 心脑血管疾病的前奏 它主要是因为不良的生活习惯方式 比如抽烟 喝酒 高碳水化合物的饮食 体力活动缺乏 衰老等病因诱发的 是机体的蛋白质 脂肪 碳水化合物 发生了代谢的紊乱 是一组复杂的症候群 包括着像肥胖 高血压 血脂异常 脂肪肝 高尿酸血症 严重影响到身体健康 如果不及早的干预 极有可能会导致 关心病 脑粗中 甚至相关癌症的发生 那么应该如何确定 自己有没有代谢综合症呢 注意以下这些指标 满足了五条中的三条 就可以诊断为是代谢综合症了 第一 男性的腹位大于90厘米 女性的腹位大于85厘米 第二 空腹血糖大于6.1毫米每升 或者已经是诊断为糖尿病 第三 如果有高血压病 或者血压已经是大于高压130 低压85 第四 肝油三指身高 肝油三指大于1.7毫米每升 第五 高密度脂蛋白 党固醇 小于1.04毫米每升 记好了 满足以上这五条中的三条 就可以诊断为是代谢综合症 它可和我们的健康关系十分重要 如果发现要及时的就医 尽量的避免严重的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 总是心慌心悸 不是心脏的问题 竟然是它搞的鬼 你是不是平时也觉得有胸闷气短 同时伴有心烦 特别爱常出气 唉 头晕脑胀 头闷头沉 脑子不清楚 倦怠乏力 走路呢 发飘 眼睛还发干涩 看东西事无不清 不愿意出门 不愿意到人多的地方去 事儿一多 也就头晕 特别爱担心 爱紧张 害怕 还有呢 就是一到晚上睡不着觉 就害怕自己又失眠了 经常是脖子疼 后背疼 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脑梗 心脏病 颈椎病 到医院呢 把头部的核磁共振 颈部的核磁 筋电图 心脏彩哨 该查的部分都查了 结果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这种情况 有的人会持续几个月 甚至是几年 反复到各大医院去就诊 如果屏幕前的你 也是这样的情况 很有可能是你体内的气机瘀制 长期处于这种情况 就会出现气质导致血瘀 血管也堵塞了 血管堵呢 可真不是一天堵的 气质呢 是机器查不出来的 当机器查出指标不正常的 N多天里边 都是你调理身体的好时机 记得中医说呢 胃病先防 毛主席也说 预防为主 别担心 要想缓解 其实是很简单 通过活血化瘀 疏通血管 让身体越来越轻松 越来越好 动脉长斑块 头上会先知 三个异常脑梗在靠近了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如果头部出现这三个异常 一定要警惕 可能是脑梗慢慢的在向前进 第一呢 就是出现了记忆力下降 颈动脑或者是追动脑有斑块 会导致头部供血减少 脑部缺血缺氧 长期就会造成脑细胞的功能下降 使大脑无法正常运转 导致有些患者出现思维迟钝 注意力不集中 记忆力下降 这些情况 第二呢 就是头晕和头痛 长期的大脑缺氧 就会使患者出现头晕 还会反射性的引起血管的扩张 所以会导致头痛 第三的症状就是看东西有虫影 或者是事物模糊 头部的供血啊 用来支撑眼睛的用血 一旦头部供血不足了 眼睛就第一时间出现症状 控制视觉的中枢机能就会下降 出现事物模糊 或者是看东西虫影 有的人呢 会出现一过性的黑蒙 在日常生活中 大家要多多注意 如果出现了以上的情况 一定要及时的寻求治疗 虽然说当前的医疗技术 都比较发达了 但如果一旦出现了脑梗 瘫痪的概率还是非常高的 每个人都喝得起的降脂小方子 分享给你 高血脂的朋友啊 一般都有低密度 脂蛋白高 肝油三脂高 胆固醇高 这些脂波都不正常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一个每个人都能喝得起的 降血脂的小方子 这个方法啊 我在临床上也经常的给患者去开 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大家先点亮小红心 我把它分享给你们 可以去试一试啊 方子的组成是 生黄旗30克 当归10克 茯苓15克 白竹20克 桑季生20克 单身15到20克 看你血瘀的状况 山楂20克 就是这个简单的 七味药的小方子 补水喝 每天坚持服用 不仅能够降血脂 还能够补气活血 健脾力施 并且啊 肩有着不干肾的作用 你的腰疼都治好了 每天一个动作 清血管化血栓 很多人不知道 在我们的脚上 有个神秘的化血栓的开关 只要这个动作做起来 就能够打开它 既能够清血管 又能够防血栓 堵塞的血管的罪魁祸首 就是血栓 随着年龄的增长 又久坐不运动 以及生活压力 这些因素 就会造成人体啊 分解血栓的速度 越来越满 血栓一旦自己分解不了的话 就会积存在我们的血管壁上 堵在了颈动脉 就是颈动脉干块 堵在了脑血管 出现脑梗死 如果血栓走到了腹部 也会形成肠坏死 今天呢 就教大家一个预防血栓的小动作 可以预防血栓的形成 让我们行动起来 具体的做法呢 就是自然抬腿 腿伸直 脚尖翘 脚后跟灯 努力的灯 慢一点做 脚尖点 让它努力的下点 腿前面成为一条直线 为了畅通我们腿前面的经脉 翘的时候是为了畅通腿后面的经脉 努力去慢慢的做至少九个 翘 蹬 点 做完九个以后 做脚踝的绕圈 脚尖绕 内转三圈 一 二 慢慢的转 把脚踝活动开 血脉都打通了 转三圈以后反转 一 二 三 然后 坚持 然后收回 换另一条腿 去做同样的动作 白开水里 加两个东西 来改善你的心机缺血 不看 你会后悔的 如果你经常感觉到 胸闷啊 乏力 气短 头晕 你一定要看完这个视频 大家可以先点赞 收藏起来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的是 两位要可以 缓解以上的症状 这两个药就是 黄芹和单身 用黄芹呢 可以补一身之气 这是中医常用的补气的药 它主要就是一个 益气的作用 可以提高增强人体的免疫力 它有一定的健脾 通过健脾呢 就可以达到整体的身体 消化吸收的功能 就变好了 通过补气呢 气足了 也能够有生血的作用 气能生血嘛 所以也推动了血运 这样呢 渐渐的就起到了一个活血化育的作用 本身大家都是比较熟悉了 都知道它有活血化育的作用 可以通过的 它是可以有扩张冠状动脉血管的作用 所以它改善了心机的供血 这两个要配在一起吃呢 可以一气活血通过强心 这以后心肌缺血的症状就得到了缓解 但需要注意的是啊 心肌缺血的病因呢 会有各种不同 具体还要根据你自身的情况 根据你体质来进行辩证分析 如果你也有上面的这些症状 比如说心肌供血不足 心前驱的不适 心率不齐 心功能不全 以及呢 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些问题 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 不要到处去 在花冤枉前徐医问药 现在呢 只需要你去点击头像进来 留下你的问题 就可以和我进行交流 也可以把你的化验单发过来 我会给你一个专业的答复 脑梗后遗症 一直得不到明显的缓解 怎么办 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啊 会经常的有同根 言语不清 半身不随 肢体麻木 手脚不灵活 而且还怕冷 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呢 像这样的问题 你不要到处再去问了 可以通过互联网的平台来解决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 赵一号教授 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研究和治疗啊 有着40多年的临床经验 如果手机前的你也有脑梗 导致的这些后遗症 比如说头晕 头胀 语言不利 半身不随 肢体麻木 手脚不灵活 这些现象 那是经络不通 该补就补 该通就通 怕冷是什么 阳熏 就该补阳助阳 你把你具体的情况 现在就可以告诉我 我来帮助你解决 脑梗 怕易酸 但不是醋啊 你猜是什么 今天呢 重点给大家揭秘一个 哪种酸有利于解决脑梗的问题 屏幕前的你啊 可以点赞收藏起来 它就是五味子 五味子呢 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中药材 它兼具着五味 酸苦干新鲜 五种味道 但是呢 以酸为主 本草钢幕记载 五味子的酸呢 主入肝肾 可以起到肝肾的作用 通过不养肝肾 就让脑梗的患者呢 保持更好的头脑清醒 生活状态也提高了 并且呢 能够清除血脉中的这些毒素垃圾 有利于改善脑梗的问题 五味子的伏法啊 有三种啊 第一 大多数人呢 是用白开水冲泡五味子 作为养生的茶饮 这样做法呢 不能够把五味子 单一味的这个药的药性啊 发挥到极致 第二种做法呢 是用酒泡 古人说呀 酒少饮玫瑰 多饮就获受罪了 什么是少啊 泡好的这个药酒 喝一口就够了 第三种方法 如果你有条件的话 用五味子 配上其他的药 煎汤煮水了以后 使药呢 发挥的更好的疗效 而且是整体的治疗 不过呢 这样的做法 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服用 千万不能自己乱吃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困扰 可以点我的头像 把具体的情况发给我 有空的时候 我会帮你分析解答 血管不通 三味中药 根本针对它 今天呢 教给大家一个如何打通血管 让你一身轻松 不管你是多少年的血管的硬化 血管的斑块 还有狭窄 都能用得上它 方法很简单 大家可以点一个小红心收藏进来 让我来告诉你这个方法 就三味药 分别是单身 穿胸 和乳香 各用10克 用水呢 把它肩服 把它化掉 然后喝了这个水 坚持一段时间以后 就会有不错的效果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语浩教授 关注我给大家分享更多的健康小方法 血管狭窄别担心了 这个方法我只说一次啊 千万记住了 血管堵塞 血管狭窄 血管有斑块 有的人呢 还会出现头晕 胸闷心慌 心脏的不舒服 不要担心 今天我把这个方子呢 说给你听 也就说这一次啊 你要记住了 点赞收藏起来 方指找不到了 这个方子呢 就是血斧猪鱼塘 它的主要作用是活血化育 行气止痛 朱肝解育 通过扩张了血管 改善了心脑血管 和全身血液的运行 从而解决了你的血管堵塞 方的组成呢 是桃仁 红花 当归柴 生地黄牛西 赤勺穿胸 结梗 纸窍 甘草 这些组成 这个方里边 经久不衰用了这么多年 它一定有它的硬道理 这个方有活血化育的作用 有上下通行的作用 对大部分的气质血液的血管狭窄 血管堵塞 血管的斑块 出现的胸闷头晕 都有很好的帮助 在这里呢 我们给大家计量 是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病的程度不同 血液的状况不一样 所以用量呢是不完全一样的 不是一个方子就适合所有的人 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辩证实质 你才能更有效的去改善你的血液状况 年龄超过50岁 多吃这三样东西 第一啊 是高钾的食物 特别适合整天感觉全身乏力 没有精神的人 另外呢 钾还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脏 调节血压 建议呢 大家每天吃一根香蕉 这是补钾的一个方式 第二 高钙的食物 钙呢是上了年纪的人 一定要补充的营养物质 适当的补钙 让你的骨骼健康 但是不是说补钙呢 就是吃钙片 钙的主要来源啊 从食物里边 豆类啊 蔬菜类 特别是芝麻酱的钙含量 远比豆类和蔬菜要高得多 吃10克的芝麻酱就相当于 吃30克的豆腐和140克的大白菜 所含的钙 也可以多吃一些豆制品 第三 高蛋白的食物 多补充蛋白质 可以增加身体的免疫力 建议大家呢 每天至少吃一个鸡蛋 鸡蛋怎么好吃呢 可以水煮 可以用开水冲鸡蛋的方法 这个方法呢 又被称为叫猪雀汤 在我另一个视频里边 给大家详细的说 它该怎么做 找到那个视频以后 你可以在家试一试 吃上一段时间 既保护了胃 又可以增加我们身体的免疫力 湿气不除 血管淤堵不断 一招清除体内的湿气气血畅通无阻 大家好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一浩教授 湿气呢 如果长期的聚集在体内 就会造成血液和筋液的淤质 长期呢 就会有水湿的停滞 变成了弹灼 淤血堵塞血管 今天就教大家一个好用的方法 可以轻轻松松的 把体内的湿气疏通开 我们身体里边呢 有一个专门帮助我们排除湿气的阀门 打开它 湿气就可以慢慢的排出去 这个闸门呢 就是一个血叫做腹溜血 它位于内怀的上边 小腿的这个位置上 我们说湿气呢 是脾胃所生 水液代谢是由肾所主 肾是属水的 腹溜血是肾经的血 脉道负流之血 称为负流血 恢复正常的流动啊 水液才能正常的运行 如果是脉道质色的话 色就是血液和精液就受伤 血于精亏 脉相就肩色难通 负流呢 在肾经可以补肾 随着肾水的潮起 肾的功能恢复了 那经脉必将恢复流通正道 将有回流还有潮汐 进退消长 本乎自然 负流呢 又称为负脉血 对心脑血管病症来说 像治疗无脉症 心肌缺血 可以令脉动有力 可以补肾 助阳这个血帮助我们运化水湿 水液运化起来了 湿气就除掉了 在睡前可以用手指按摩负流血 5到10分钟 帮助我们改善体内的水液代谢 起到去湿的作用 湿气重而不自知 三个迹象你一定要注意 大家好我是赵雨昊教授 如果你感觉自己身体特别沉重 腿都拖不动精神不振 这很有可能是你的湿气在作祟 中医说呢湿啊是自然界正常的气候变化 当雨水来临的时候湿气过重 就超出了人的适应能力 无法及时的调整 就会形成湿血 怎么来确定自己的湿气是不是过重呢 可以参考以下三个迹象 第一起床以后仍然会感到 昏昏沉沉打不起精神来 即使是休息充分了 仍然会觉得非常的困倦 坐在那儿就打盹睡觉 第二从舌胎上就是经标准 舌为心之苗 痞之外厚 舌与脏腹经络 气血经也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果你的舌胎白厚腻 那就是寒湿倾息 如果你的舌胎黄厚腻 就是湿热倾息 第三食欲不振 明明是很饿 但仍然是没有胃口吃饭 如果这三个症状你都出现过 那就没跑了 你的湿气很重 要用中药的方法来调理你的湿血 同时呢 食物里边也有很多能去湿的 所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来选择药膳加上中药调理 这样更好的把身体里的湿血去除 让你身体一身轻松 警惕夜间突发心梗 做好下面这四件事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心梗呢不是一天形成的 在心梗突发前的日日夜夜里 我们都有机会去避免心梗的发生 想要避免心梗发生呢 先要了解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主要是我们的冠状动脉 严重的狭窄或者闭塞 导致了心肌缺血 长期的心肌缺血呢 就容易发生心梗 那心肌缺血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是斑块血栓或者是冠状动脉的症乱 尤其是在夜间 管枪狭窄了 出现了心肌共血不足 就诱发心梗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预防呢 做好以下四件事 帮你胃病先防 第一控制三高 三高是心梗常见的危险因素 同时呢它还会导致脑梗的发生 对健康的威胁是相当大的 第二避免过度的劳累 对身体虚弱的人来说 长期的处于疲惫紧张 这种状态就会给心脏增加负担 诱发心梗 第三避免暴饮暴食 情绪的过于激动 研究显示啊 大约有30%的患者 是在暴饮暴食 情绪激动的情况下 这些不良诱因而发生的 第四保证充足的睡眠 很多心梗的患者呢 都是长期的疲劳 休息不足的情况下 猝死的 所以要想避免心梗 每天要保持7到8小时的好睡眠 记住这两点帮你拆除动脉斑块 这个不定时炸弹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冬天天气寒冷 人血液相对就比较粘稠 再加上你又不动 饮食上在后胃就过年了 烟酒也不济 油腻吃的再多 很容易导致血脂的升高 形成动脉的斑块 研究显示啊 随着现代物质生活的丰富 年轻人工作压力的增大 饮食不节制 斑块的出现呢 正在呈年轻化的趋势发展 一般来说呢 斑块是呈软硬两种状态 当斑块内部发生了钙化 就出现了硬的斑块 从西医的角度上说呢 是相对稳定的 危险的系数比较低 而软的斑块呢 它富含有脂质 容易在血液冲击下 破裂脱落 形成血栓 堵塞住血管 引起心梗和脑梗这些急症 所以呢 斑块被称为是人体内潜在的 不定时的炸弹 不过这个不定时的炸弹呢 也是可以拆除的 主要记住这两点 就有可能实现逆转 甚至消失 这两点就是科学的治疗 和改善生活方式 治疗方面呢 我们可以用中医整体观念 这样的理念全面的调整 包括着中药的活血化鱼 生活饮食方面呢 最主要的就是 减少胆固醇的摄入 少吃那些高油 高脂高糖的食物 多吃富含有维生素的食物 每周必须保证有150分钟的 有氧运动 在这基础之上 要增加一些动态的运动 比如说平板支撑啊 靠墙蹲 但这个靠墙蹲呢 开始做的时候 你腿没那么大的支撑力 一定要注意 把这小垫子 垫在你脚后跟那儿 万一你坐在地下了 别刻着尾巴骨 俗话说 病来如山倒 病去如抽丝 不论是治疗 还是育后改善生活方式 都要坚持不懈 不能够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